董洁首次谈离婚 自理行间诉说委屈 网友 难道真冤枉他了 今日董洁靠着直播带货 事业重新引来了第二春 本来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谁知他这么蠢 再次提起当年的事 吐槽自己离婚后有多惨 除了家人理解他 似乎全世界都抛弃了他 这句话本来没啥毛病 谁知道他的好友却好心办了坏事 一句董洁离婚这么多年 都没说过潘月明一句坏话 真的是个大度的女人成功把好姐妹整上了热搜 网友看完立马回对 摆脱大姐 你真当互联网没有记忆吗 当年要不是董洁跟王大志 激情一文被抓派 怎么会有如今离婚的下场 随后更是吐槽董洁恶人先告状 明明是自己出轨在先 竟然恬不知耻的在这装大度装委屈 真的有高恶心 本来董洁不谈离婚的事 也能靠直播过得风生水起 不明白为啥他会如此想不堪 偏往枪口上撞 真当网友们都是傻子吗 相反这些年 潘月明确实对他做到了仁至义尽 在得知老婆出轨后 想不明白自己输在了哪里 为何老婆会出轨 长相能力一般的王大志 董洁眼看事情暴露 直接把脏水全扑在了潘月明身上 向媒体透露潘月明事故成性 自己是迫于无奈才出轨的 一时间潘月明被绿帽事件和赌博事件 弄得父辈受敌 只能与对方撕破脸的伴侣离婚 离婚后董洁直接把控了儿子的抚养权 严禁潜夫一家前来探望 不久后潘月明的父亲病危 离世前恳求董洁能不能见一下孙子 没想到董洁想都没想就给拒绝了 还表示鼎鼎是我的儿子 跟你们潘家没有一毛钱关系 几天后老爷子含含而终 潘月明在这之后 也彻底对前妻的人体失望 却还是在采访中表示 很感谢前妻董洁 夸他是个好妈妈 把鼎鼎培养得这么好 自律行间好像是还没放下前妻的节奏 网友看完纷纷喊话潘月明 别傻了 你这是想在一棵树上吊死两回五 忘了当初他是怎么对你的 安逢潘月明好了伤疤就忘了疼 李博网友则表示事情都过去 为了孩子复婚也不是不可以 大家支持两人复婚